恒指破坏大碟 匯豐渣打托市 機構洗盤1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巩固點太專輪》 我是Homitrack的Langlo 今天是4月11日 如果你是首次收睇 記得訂閱我們Homitrack頻道 HomitrackHK 打開這個小鈴鐺 有更新就可以及時收睇 恒指大碟有支持嗎 銀行和金屬股 營市上升 有什麼啟示 免得聲明 我們留毛子做指標為演示 手工任務股票不扣成任務推介介意 投資者需要借市場為風險 關於這期 我們要講一下機構洗盤 的階段 因為初升之後會有洗盤 先看看指數 打開我們的 恒生指數 HSI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前面下跌後 反彈上來 反彈上來的這段階段 從這個位置 從7月16日到現在 有超過10個9月天 就是3個星期左右 是一個中期波段的氧情 就是反彈氧情 當然在這裏的時候 7月17日這一天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這個走勢 是剛好被打破的 看看這裏 這個上升的通道 達到這個位置 反彈又跌穿了 只能往下去 尋找更加的支持 更加的支持 有個列口 在這裏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列口就是它的 重要支持位 我們可以看到 屬於 反彈上來之後的回落 基本上是屬於什麼情況 你看周線圖 上一期我們剛才說了 這個位置分爛了之後 要注意這一周 要剝 見到一個高位 要剝大跌 為什麼 因為 居升不升就會大跌 本來來到這些位置 要上升 但是沒有升就變大跌 變成了 加速的走勢 就是向下加速的走勢 這個位置可不可以駁回燈 注意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是一樣的 即是下跌 反超 下跌 可以這樣下跌 又可以反超最下跌 所以這個位置 它不是一棍就到位 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可以看看 看看它的下方的籌碼情況 打開 我們的籌碼分佈 一起看看 可以看到 這個支持位 都是摘穿了 下方更多的支持位 就是列口的位置 即是 這裡有一條籌碼 都是比旁邊兩條都長的 20861 這個區域 所以如果它反超 如果它最次反超回落的時候 即是衝光回落的時候 你又繼續看 向下的 因為這個支持 就是變成了阻力 即21399 變成了阻力位 OK 所以下跌中 即是下跌中 下跌途中的支持 變成了 它押著它的阻力 這樣呢 這個位置 必須要深入去站穩 它才會最次的反攻 如果不是 不可以 所以 接下來的下跌9日 即是明天或者後日 這個位置 要摸守著這個支持 要摸打到下一個支持 最受容 才是 才是 後期的支持位 而且 機構洗盤 大家注意 這個洗盤 有強勢洗盤 有弱勢洗盤 即我們叫做強勢回調 和弱勢回調 上升 回落 然後上升 回落得比較多 上升 回落得非常之多 即是這裡一般是 3-5 最多是 不超過5 這裡5-8 這裡8-13 所以這裡已經是1 2 3 4 3日到5日之間 是第一 是強勢回調 即是來到這個位置 反彈上來 如果來到這個位置 直接打到支持粉彈 OK 強勢回調 打到這個位置 時間超過5日 這裡的粉彈 通常會來到下面的支持 之後 才會尋找一次的機會 OK 所以這裡大家 心中應該有數 下降下來 這個位置 依然是未OK的 未真正OK的 好了 而且我們看到大戶之金 下風的MCD 綠色的海貨 紅色大戶 大戶是持續爭持的 但是今天 那些股票在那裡 托住 不會弄得很厲害 只得等 成份股裡面 只得在本地的香港的銀行 005 匯豐 這些股票 經常都在市不好的時候 去互盤 或者說 反而是 是歷史上升 這個股票 大戶持續感少 它反而是升的 說明其實 這裡的托市 都不夠力 因為資金是走 是不正常的 所以這個股票 至今年的最低位 53.55 千萬沒有跌穿 跌穿 都要離場 這個位置 是屬於大戶洗盆 還是走 好啊 因為這裡回落之後 是1 2 3 4 都未突破前面的高位 即是未真正的 踢穿 但是今天沒有支持 他繼續的上升 所以這個位置 的上升 大家要謹慎 去對待 我們可以看到 他今天的最低位 是他的防守 而下方的支持 就是這裡 53.2號 7 上方有個阻力 現在還沒有跌穿 54.2號 還沒有跌穿 還沒有跌穿 看到嗎 所以 要警惕今年的最低位 千萬不要跌穿 所以你手頭的股 是屬於 肉勢還是強勢 前面一隻同樣說 這隻股如果是肉勢 會跌加更加厲害 我們看看 有些股票 是0069 是不是這個 好像是 是不是這個 前面有人問我 那隻股票 我忘記是不是這個 當時跟他說的 蟹貨比較多 是0096 是不是這個 忘記了 00696 還是9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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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6 不知道是哪一個 然後 你可以看到 它 蟹貨 是比較多 蟹貨減少 突破了 但是今天都跌穿了這個 防守位 看到嗎 都跌穿了 所以這些股票 是很容易輸得更加多 所以你的股票是 在貨多 還是大戶多 你需要 去注意一下 看看這股票是怎樣的 可以按下 哪條link 去查看 和個股的莊家圖 看看 0 100 金屬 黃金 這是招金抗月 我們可以看到這股票 逆市上升 而且大戶資金之前 拉升過一段 洗盤 折得很快 上分 回落最上分 這個位置可以看到 海貨明顯的 減少 好 大戶資金從這裡開始增加 4月1號 然後是 4號 4號突破了前一天最低位 從這個位置 到現在是持有的狀態 那它還有沒有水位呢 一起來看看 我們看到 從高位到現在來看看 可以看到它馬上要面臨上方的阻力 所以 這個位置想追的朋友 你要做一些警惕 馬上的阻力位是多少 8.09 8.09 如果衝破 高去低走 我們就走了 如果不衝破 高去低走 也要走 如果是低去低走 回到支持位 多少 7.74 那依然是持有的狀態 因為大戶是怎樣 爭折 好吧 這樣去看回他們 即是 歷史的股票 不一定全部都可以去入 第一 視況差點 我們先觀望 第二 同行使相反的ETF-750 你看好嗎 是不是已經在這裡為止 守護割藥的時候 在這裡 看到嗎 4月6號割藥 然後第二就突破了 這個位置的入場 今天升了到現在這個位 我們看一看 它從這個高位打下來的阻力 是暗號到了 看到嗎 明天會不會突破 突破 又有空間 說明恆子未真正的OK 如果它才回到支持 不跌穿 說明它未真正的終結這個反彈 所以要注意 差不多00是恆子的相反的ETF 看看1211 汽車方面可以看到 這個股票呢 它是怎樣 分到這個阻力 來到阻力位 上一次就跟我說 左手說它來到阻力要注意一下 打回來 就是前一夜的時候 打到這個支持位 還未突破 是不是 在火葛藥抹塵 星期五的時候 那有沒有突破 還未有嗎 所以依然是淡淚的狀態 是不是 它要回來了 回來了 擊穿了支持 看到下一個支持 9923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股票也是 前面 看起來要來到阻力位 看起來好像要突破 但事況不好 加上它 到這個阻力過不了 過不了 過不了 大戶資金就已經開始減少 這一天 這裡是不是 看起來要衝這個阻力 但是它打了下來 打下來的時候 大戶是很快減少的 你看看 第二天直接滴穿了 第二天直接滴穿了 這樣才走 走到現在 到現在 下面是沒有支持的 要等待 要等待 今天在火有沒有減少 沒有 要等待在火 再次國有一大戶爭持的時候 突破了才是下次的機會 好吧 這個是這個股票可以看到的 所以它因為它是有大戶在那裡 建倉 它不是初升 它在這裡是建倉階段 就是吸収階段 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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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走出這個底部出來 所以 而且 紅色超過25微 還沒有超過25% 還沒有增淨的 建元倉 所以它比較反覆 9939 這隻股票 前面跟大家說了 這個位置是一個高位 記不記得 已經到高位 先走一走 現在在火都未生性消失 今天是火減少 第活都是減少的 只是短炒資金在那裡去炒足 可以看看它的阻力 上面的阻力位頂到這個位置 現在就頂住這個阻力了 30元 零深的位置 可不可以在明天的時候突破呢 突破不到也會升棺木 或者離場 或者說 不升等待 因為它下一個支持 如果突破不到 下一個支持在哪裡 23元5毫 幅度是比較大的 所以 而且今天大會是減少的 如果今天最低位 明天滴穿了 那你也要先回避一下 因為其實這個股票 前面已經跟我說了 它沒有了力口 這是一個高位 打回來 它就會來到這條 用足一半的位置 作為它的支持位 上一次已經跟我說了 現在它粉抽到阻力位 如果過不了 又會最次回落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很簡單 即是 大戶資金 現在很明顯 通過MCD 可以看到大戶資金 是減少的 對不對 所以今天最低位 如果明天滴穿 都要走 不滴穿 那就看著 接下來這個阻力 可不可以過到 好吧 這個是不是很清楚 你看看 有些朋友可能會買 1810 1801 這些股票 走不走 怎樣 這些股票同樣的 前面低位 在貨割肉反彈 在貨最似 鼻吐又掉下來 在貨割肉反彈 但會有所增持 有吸囚的這個階段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它 從這個位置開始 你看看 到阻力位 是不是到阻力 回落到支持 反彈 到了阻力 又回落到支持 反彈 然後又回落到支持 然後滴穿 現在是摘穿了支持位 在貨依然在增加 所以你的股票在這個位置 比較近 你可以以 看看明天可否收回來 26.86元 如果可以 就有它在這個上落波動 直到向下跌穿 或者向上跌突破 因為它是屬於 我們說吸囚階段 反覆的階段 而且吸囚的時候 可以打穿再反超 又可以初升再回落 所以你需要追蹤 這個位置 你說走不走 其實已經是下共走勢 而這個位置就是不值得 即是不是入床的時機 因為反反方法 會令到你的身體很容易壞 要摸過了 要摸跌穿 它都沒有 因為這個空間其實 31.6到26.7元 6元 雞有幾個% 3% 到5%都不到 你在這裡做 是不是賺到錢 對吧 所以 等待 在放明顯的角力 向上的時候 你就要入場 會更加舒服 好吧 這個可以看得清楚 所以看看你的股 是否 大戶裝的情況 按下哪條link去領取 你看看 上次同學說了 藍色的黑指數 比較差 就是科技榜費 所以你看 今天我們的科技榜費 基本上700到怎樣 都是跌得比較厲害 上次同學說了 跌穿了 在貨幣增加的那天 跌穿了 基本上要先走一走 不可以漏亂 變成加速 那就糟糕了 包括0.0.1810 小米 你都可以看到是怎樣 從這裡是否增加到現在 當時 是不是 我和各位投資者說了這個位置 我們說 脫離了這個超米離場 離場到現在 是不是跌到現在 所以你看 需要執行 有紀錄去執行 不是自己想怎樣就怎樣 所以追蹤大戶的動向 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了 都是大家收看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下次再見 拜拜